大鞠蛋要趕在年底試營運 棒球場上的草皮和紅土大致已鋪完 但上回座椅才被批評顏色太淺 會讓打擊手看不到球 業者針對打擊者之眼區域 加深了座椅顏色 但還是有問題 確認 燈光打下來 色溫OK的情況之下 在比賽狀況中會不會影響 我們再來做調整 不只座椅顏色沒完全改善 連球迷最愛的另類焦點 發向應援區也被發現站位太小 甚至連底下球員休息區也不大 應援區太小了 不符合現在大家看棒球的使用需求 也不符合各隊實際上 應援團體的那個站位 應援區增大 或者是他可以 其實他調整蠻方便的啦 一個是蓋板 另外就是他座椅的調整 所以是 不是什麼問題 先前球迷也發現大巨蛋的螢幕 相比國外球場小了一號 擔心會影響觀賞視野 業者卻說這部分要改善有難度 因為螢幕實際上是 已經全台灣最大了 再加上它的螢幕也需要訂製 然後結構需要重算 所以兩柱牆板目前一起 結構技術在計算當中 柯市長要出來道歉 這麼小的變動 搞了八年 對台北市民要有個交代 大巨蛋未來能辦延唱會嗎 業者說天后阿妹若要在這半 跳三天三夜絕對沒問題 但本質是棒球場的大巨蛋 恐怕得先解決球場設施問題 才是當務之急 記得張仁明虛光好 SNG小組台北報導